受培訓的原住民長者到服務單位服務 與大小朋友互動學習 這是培養長者文化應用能力 台北市原民會所推動的 長新樂活計畫 今年邁入第八年 每年都會安排不同課程 讓長者參與培訓 培訓完後安排到機構 學校或長照機構服務 推廣原住民文化 成為社會服務的種子 所以我們從這裡學習的東西 我們帶過去之後 讓他們了解原住民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對象不是原住民 所以他們不知道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們帶著我們自己的熱忱 來告訴他們 小孩子呢 我們希望他 因為現在我們多元化社會 小孩子希望讓他也慢慢 從育和園開始認識我們 我們原住民 然後呢到照護機構呢 這些大哥大姐們呢 我們會重新喚醒他們 再認識我們原住民 專長為民族音樂學的 南華龍退教授 明立國 在此計畫中擔任講師 他認為透過這樣的培訓 文化志工的方式 跳脫老人家是社會負擔的 刻板印象 可提供教育另一種學習方式與思維 像這樣的老人的大學啊 或者是這樣的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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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老人這種學習 我覺得跟一則是跟原住民的傳統會連結 另外一方面我是覺得對現代的教育來講 也是很好的一種啟示 跟一種另外一個角度的一種一種建議 台北市原民會表示 培訓內容從廠造議題 都會原住民議題 原住民文化教育等面向來規劃課程 並透過培訓長者來將原住民族文化推廣出去 我們今年有推廣到那個南港 就是親子館 然後還有機構 機構的部分 我們大部分都是以陪伴 然後並講述我們文化的概述 把我們十六群族的文化推廣 在我們的都會區 台北市原民會表示 未來將會規劃更多元豐富的課程 希望能吸引更多55歲以上原住民長者 加入都會區文化志工的行列 原新聞筆令烏溜 台北市採訪報導